大家好,我是一昂 有些人肩膀两侧的斜方肌又高又厚,特别影响美观 还显得特别壮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长期低头,圆肩驼背,头前轻 导致上背部经络堵塞 出现斜方肌僵硬肥大,甚至富贵包 第二个原因是肩背部的发力方式不对 导致斜方肌过度带长变粗壮 想要改变这种情况 有人会选择拉伸或者按柔的方法来松解 但是效果比较短暂,不能保持长久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 还是要让肩胭骨和斜方肌回到原来正确的位置上 这样可以改变斜方肌的拉伸方向 下面我们就来分享两个很好的动作 首先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两手从身体两侧举到头顶 食指交叉,翻转手心向上 两臂要紧贴耳朵 停留20秒,然后缓慢地放下 稍微停顿,然后再重复这个动作,工作无阻 第二个动作是飞燕冲天室 还是保持站立的姿势 手臂向后伸开,同时脖子向上扬起 微微用力使肩胛骨向内夹 停留三秒钟,然后返回 稍微休息一下,接着再重复这个动作 吸气,头向后仰,保持三秒钟 一,二,三,吐气,返回 这个动作五个唯一组,工作四组 所有组之间休息30秒 现在有很多的人服按工作学习 还有低头看手机 这样长时间就会让头部处于前倾的状态 脖子前倾会让斜方机处于紧张 看起来会非常明显 所以平时在看电脑或者手机的时候 注意不要让脖子往前倾 头部稍微往后收一收 让电脑和手机的屏幕高度 比眼睛高度稍微高一些 这样一来不仅减轻颈部负担 二来对眼睛也有好处 肥厚发达的斜方机在女生身上 会有种虎背胸腰的感觉 所以在平时除了锻炼 还要注意生活习惯 让肩胛骨和斜方机 回到原来正确的位置上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放在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扬,咱们下期见